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共享基金會燒除白內障致盲第五項目點 選指西非國家蔡奈嘉義 香港沒有直航的航班 飛行時間加上轉機最快都要二十多小時 法帝黑地區居民以暴龍為主 大量長者患有白內障 遇到嚴重的眼疾 需要去到車程約三小時的首都達賀爾求醫 基金會提供藥物和移動眼科手術車 火拍福建醫療隊 目標進行三千例免費白內障復命手術 全面消除法帝黑地區的積壓病例 讓患者重見光明 全世界的人民都擁有共同享受平等的醫療條件 生活條件這些基礎 對白內障復命手術 嚴科醫生也有一個稱呼叫做光明天使 塞內加爾這個地方 就是老百姓還是挺需要我們 希望發揮我們的專業特產 通過我們的服務能夠達到 作為一個中賽人民友誼的一個橋樑吧 共享基金會總幹事陳英營教授認為 在10月12日世界勢力日 舉行項目的啟動儀式意義非凡 中國駐塞內加爾大肆消涵 塞內加爾衛生和社會行動部長 印迪亞耶也有出席 梁振英更專程來見證歷史的一刻 並向提供協助的當地中資機構代表頒發感謝狀 蔡內加爾基金會計劃在未來14年2年 為法律科大區所有因白內加爾自盲的患者 提供免費手術治療 塞內加爾人民由於沒有足夠的手術力量 他們因為白內障、芝麻 不能夠照顧自己、不能夠工作 這個問題是比較達出的 人數比較多 這是人道主義方面考慮 另外從我們兩國關係考慮 蔡內加爾一直非常支持中國政府 包括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友誼非常好 所以我們非常願意在蔡內加爾進行工作 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10周年 蔡內加爾是第一個簽署 一帶一路倡議合作文件的西非國家 共享基金會更加成為 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民心相通成果發布之一 是唯一獲表揚的香港非政府組織 回顧頂著疫情籌備項目 就連同福建省委建委 蔡內加爾方面簽署合作備忘錄 都要儀私線上進行 梁振英坦言過程中克服了不少困難 我們的同事出發到當地要隔離 回到香港要隔離 但大家都不辭勞苦長途不切 將我們的工作能夠推動到今天這個規模和水平 確實是不簡單的 在五年時間裏面 我們發展到在五個國家 不過三個非洲國家 兩亞洲國家 我們已經完成了接近五千例的手術 這個確實是值得大家肯定的一個成績 我們專心一次做白內臟致盲的全面招致行動 希望在國際社會做出一些聲息出來的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